大家好我是Patrick 我是Ray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有鑑魚今天是他的生日 我今天要帶他在板橋玩一天 今天安排的一些行程都很chill 都非常適合Ray的行程 第一個地方我們來到的是一間板橋的早午餐店 叫做旭舊 就是我們正前面這一家 然後他現在還沒開 我們現在等11點開店 剛剛這位仁龍竟然說他吃過了 對啊 會怎麼樣 沒有啊 我一直想說 我一直想說就是不會有人知道是不是 對 雖然這間店吃過 但後面還有很多的行程 說不定你會很開心這樣 請問開始了嗎 謝謝 因為裝潢很可愛耶 這間店是在一個老房子裡面 裡面裝潢起來都看起來這麼漂亮 沒有 因為現在沒有其他個人 所以就自己選 好玩不容易嗎 哪裡 樓上也可以 還是我們看一下樓上 謝謝 現在很流行這種老屋改建的 下午茶 早午餐 你看這裡 都是可愛的造景 對啊 真的是老屋改建 我以前阿嬤家真的是長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這邊的格局 超級復古的 哇 漂亮 是喔 是喔 好 要在那裡面 這邊還有一個小陽台 那我們坐那一間好不好 這邊啊 去外面 你要坐外面 好啊 那我們坐外面 耶 看我兩個位置 瑞選了這桌在外面陽台的位置 我們放11點半才會有 好喔 樓下點餐 好 謝謝 他們的早餐看起來都很可愛 序舊早餐盤 很多東西 1分290 雞腿排 炒潔菇 生菜 可頌 優格 負擔 太陽蛋全熟炒蛋 可以選 這早餐來啦 瑞典的是序舊早餐 序舊早餐裡面它就有雞腿肉 然後它選的是嫩蛋 可頌 然後沙拉 然後我的是經典早餐 今天早餐因為我很想吃肉 所以還有一個 漢堡排 然後一樣是有沙拉 可頌 然後我選的是太陽蛋 還有一個優格 唉唷 可頌看起來好鬆喔 嗯 好酥喔 嗯 嗯什麼 好吃嗎 剛炒出來的 非常香 非常酥 我想加一點優格 提升一下它的濕溫度 嗯 它割了一個好可愛的小刀子 這感覺刺到人家肚子裡面 它也不會死 不要一直講一些死不死 今天是你的生日 多會氣啊 哇你看 超多汁了 有看到嗎 嗯 流湯了 嗯 它的漢堡肉 比我想像中再不鹹一點耶 可能漢堡肉都會死鹹 它這沒有耶 它香氣很夠 而且它酥湯上面也是煎的酥酥的 有點微微焦感 焦香氣 每一口它都是咬到滿滿的 漢堡肉裡面的那種肉汁 好好吃耶 嗯 嗯 感覺下面是有個師傅 一直打這個肉 打這個肉 摟出來的 底下有個師傅在那邊狂打他 嚇嚇嚇嚇 大樓的巷弄裡面 有一個這個早餐店 其實也不錯耶 這就很像去那種巴黎島 或是泰國玩的時候 早上那種早餐有沒有 我沒去過 我不知道亂講的 感覺就很像 不負責任推薦 我知道越南很多那種咖啡廳 就是這種感覺 嗯 這種就是老舊的 好啦我們現在吃完了早餐 現在要來進入我們的QA時間 這個企劃呢就是 我們每一個環境結束之後 我都會安排一些問題 是網友投稿我的限動 問的問題 那第一個問題是 Yang0710問的 說喜歡Patrickson嗎 我覺得有一種很腳踏實定 很認真的 感覺 好 第二題 YouMan 底線CCC問 有拍過全裸寫真嗎 沒有啊 那我再順便幫他問一下 如果有這個機會 你會想拍全裸寫真 不會 好第三題 GAO底線 10.07問 還有想去哪些國家玩 我想去的地方 一定超多的啊 那你列舉三個 列舉三個 有 美國沒有去過 嗯 然後可能歐洲吧 東歐的國家 嗯 然後還有一個可能是 埃及 感覺是很神秘的國度 嗯 好下一題 最受不了 Patrick什麼事情 最受不了 因為我跟Patrick的個性 其實真的差蠻多的 我可能比較低調一點點 但是Patrick他比較喜歡分享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這一方面的話 需要做一些溝通 有時候他可能是想要給我一些驚喜 或是 想要 很怕驚喜變驚嚇 對 我就覺得說 可能沒有料到 就會會有認知的落差 比較怕這一個 嗯 還好 最後一題第五題 大概幾歲發現喜歡男生呢 高一吧 你知道我們那一次去錄影的Vlog 你們沒有說到 因為你看了一部電影 你跟他講說 你覺得是喜歡男生的 對不對 我忘記這件事了 哈哈哈哈 OK 徹底失憶 有夠沒禮貌 你在知道自己喜歡男生的時候 你大概花了多的時間 去確認這件事情 可能中間都會有一個 嗯 迷惘期 或是一個 猶豫期 應該一年 一年吧 所以你在這一年裡面 是有交過女朋友嗎 還是沒有 這段時間就是摸索期 摸索期沒有 好OK 問完了 我們要去下一間囉 GO 最後一段早餐 我們現在來到我們今天的第二間店 然後來吃下午茶 就是我們身後這間叫做 YOU的下午茶店 之所以找到他是因為 我知道你很喜歡吃千層蛋糕 然後在IG上看他們的千層派 感覺很厲害 然後滿滿的草莓 所以想說來吃看看 然後這間也不會很遠 他在板橋火車站 對面的巷弄裡面 走路大概五分鐘就可以到 嗯 滿近的 我們現在就進去看看吧 哇 我覺得那種簡約的感覺 對啊 就兩個顏色 布置就兩到三個顏色而已 就看起來很乾淨 然後一樣有很多的植物在這兒 對 又是鹿角爵 對 就知道我們今天的甜點的話 法式千層 是 然後正果巧克力千的現在已經有了 另外的三款也都還有 你們現在還有草莓對不對 草莓的三款現在也都沒有到生育裡 好 耶 很棒耶 謝謝 謝謝 這是我的萌布朗千層蛋糕 你的也來了 哇 香草甜之餅 好甜的味道 謝謝老闆 它那個草莓的味道馬上衝出來 好香啊 放那邊 對 謝謝 謝謝 這什麼東西 不好意思 這杯是 草莓紅茶 草莓紅茶 好黑喔 謝謝 比較像巧克力 謝謝 我剛剛在裡面看啊 非常的網美 裡面是超級無敵網美的那種 雙光 裡面位置很多嗎 裡面位置不多 所以如果是網美 然後想要拍一些美美的照片 跟吃一些漂亮的下午茶的人 可以來 外面的話只有一個位置 其實我們現在做的這一桌 也是蠻Chill的啦 嗯 切它 我有切下來嗎 喔 我分開了 切麵嗎 登登 哇 滿滿的鮮奶油 酥酥脆脆 要吃得很美有點難度 我其實不知道甜點怎麼吃耶 我就把它移下來 我再切一小半 好啊 就證明了你不是網美 我不是啊 草莓味好重 它草莓是酸的還是甜的 草莓沒有酸耶 是甜的 餅乾的話 有一個奶味 我覺得餅乾的味道大於草莓啦 大於草莓的味道啦 餅乾比較香 是滿濃郁的 來 好 小心喔 小心有刀喔 草莓好好吃喔 嗯 它的那個酥啊 它其實是超多層的耶 大家有看到這個細節嗎 生次超多 然後 它 奶油真的沒有想像中那麼甜 我本來以為 會是不是那種很鮮甜的奶油 它其實奶油的味道是香的 但是 甜度剛剛好 它的甜主要是草莓帶出來的香 然後吃一個那個甜度 所以吃起來 不會很膩 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它的千層 跟外面的千層不太一樣 它的千層不是外面那種 一般你看到那種 一層一層三角形的那種千層 它的千層是那種 餅乾的千層 不是奶油的千層 然後我的這個是栗子的 然後它這裡面好像還有一個什麼東西 我把它切開給大家看 栗子膩對不對 哇 對 它上面還有栗子喔 你看這個 是整顆的栗子 它這個是蜜香紅茶的奶油 吃起來就有很淡淡的紅茶香氣 而且我最讓我驚豔的是這一層 底下這一層 哇 油夠酥 油夠酥 我切一塊給你吃 這個大家來要點耶 這個好特別喔 你剛剛有酥喔 但那個米我覺得還好 真的嗎 這個真的是一百分 大家可以來點 這個真的好吃 而且它這個蛋糕其實也不會很甜 反正栗子香氣很夠 那你覺得草莓的這個比較好 還是這個比較鹹 我覺得草莓的比較好 真的喔 我吃飽了 好 難搞網美 小鳥味網美 那我們下午茶已經吃完了 又到我們的QA時間 第一個 Water Rorochi 問最喜歡什麼姿勢爆睡 不太喜歡爆睡 有泡膜我會睡不著 對就是要自己睡 好第二個問題 請問派是怎麼跟你告白的 就直接講了 直接問 我問了什麼 你要不要共在一起 好像類似的話 很直接 第三個問題 對男友做過最甜蜜的事件 甜蜜的事其實蠻多的 但是我覺得感受比較深的就是 可能你下班回家的時候 可能有人幫你準備好事 準備好消夜 這個很棒 很需要 第四題 交往過幾任 六 好多喔 從高中開始差不多 第五題 你跟派吵架通常會怎麼解決 應該還是溝通 沒有什麼嚴重的吵架 因為大部分都會直接講開口 因為我蠻會忍的 你說你忍我嗎 好好講應該才OK 我覺得講感受 對方就大概知道你的建議點在哪裡 好啦我們等一下就去下一個地方啦 有沒有很緊張我們等一下要去哪裡 因為我沒跟你說嘛 該不會把它賣剩 蛤 會啊賣剩賣乾啊 能賣的東西賣一賣 沒錯喔 那在吃完了下午茶之後 當然要來一點動態的行程 畢竟我們剛剛吃了這麼多東西 需要燃燒一點卡路里 那我就帶室友到 板橋著名的浪極光 然後浪極光它就是一個室內的人工衝浪的一個環境 來過一次 然後室友沒來過 所以這次帶他來體驗一下室內衝浪 換鞋子囉 那裡面 那浪極光呢 這邊就是他們的衝浪區 然後他們這邊還有泳池區 價格不一樣 謝謝 好玩嗎 好玩啊 他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什麼鬼啊 然後我剛才看他說什麼 然後又 OK我們剛剛玩完浪極光 怎麼樣還不錯吧 體驗好好玩喔 體驗還不錯齁 而且就是教練蠻帥的耶 真的 對齁 那因為他們那邊不能試鏈攝影 所以剛才大家看到我的畫面 是用手機拍的 但也沒有給大家看太多 歡迎大家來板橋的浪極光玩 然後剛才櫃台有跟我們講說 其實浪極光他們不定時會舉辦不同的活動 有不同主題 有可能是Ladies night 有可能是彩虹 night 有很多主題供大家來玩 尤其是團體的活動 會非常適合 那三樓有做一個 有點像輕子池的東西 也是充氣氣球 我覺得比較多像成人可以玩的 就有點類似百戰百勝的那種 就是如果你們團體想要出遊 找個地方玩的話 他這邊好像也可以乘出的樣子 對想要追求刺激的團體活動 就可以來這邊跟他做預約 這不是業配喔 我們今天是自己花錢來的 那我們現在就要去吃飯了 GOGOGO 我們終於來到我們今天的晚餐夏慕妮 我們剛剛真的是狼費到不行耶 剛才呢就是下了一個輕盆大雨 然後我們兩個在路上叫氣乘車又叫不到 最後還是騎摩托車淋雨 來吃晚餐 然後又因為我們定位定5點20分 我們到時候已經5點快50分了 差一點覺得自己趕不上 大遲到30分鐘 大遲到 我們兩個第一次吃蝦木尼的是在疫情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是外帶蝦木尼回家吃 那這次就藉由Ray的生日 就來吃蝦木尼這樣 這是前菜蘑菇跟蒸蛋 先祝你生日快樂 謝謝 這什麼 我剛剛沒聽 蘑菇 前菜嗎 很香 很香 它蘑菇裡面好好乾淨 超好吃的 欸 蒸蛋是冷的 喔 冰蒸蛋 對 你們以為吃完了蝦木尼今天的約會就結束了嗎 No Today 我們要住的是我們身後的這個傑士堡有氧酒店 你有猜到嗎 沒有看到 原本我在訂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納悶說 到底是要訂這一間 還是要訂希爾頓 可是因為希爾頓我們去住過一次 那我想說 欸不如住看這個傑士堡有氧酒店 然後它除了比希爾頓還要新蓋之外 它在阿古達的評分也蠻高的 然後價格也比希爾頓還低一些些 然後看起來還不錯啦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在這裡住一晚 我以為你要去希爾頓旅館 沒有啦 欸如果去希爾頓旅館應該傻眼吧 我也傻眼 我要說我要回家 那大家就跟我們一起去開箱傑士堡有氧酒店吧 走 現在大廳做的蠻貴氣的 我們這次住的是基本房型 然後它一晚是2700 然後我們這次住13樓 3樓我感覺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對啊 敲門 打擾了 哇嗚 現在來正式Room Tour 這一晚2700的傑士堡有氧酒店 敬門呢 玄關沒有很大 然後有個標準飯店的全身敬 然後左手邊就是你可以放一些 你的行李阿 衣服阿 的地方 然後這個是什麼呢 廁所 廁所的大小我覺得偏小 但是它這邊偏日式 因為它的馬桶跟它的衛浴是分開的 衛浴在前面 開燈 哇 然後洗手槽的話沒有非常大 這就是一人使用的空間 不過這鏡子蠻漂亮的 可以一次照兩個人 然後淋浴間其實也沒有到非常大 但占兩個人也OK啦 兩個人如果一起洗澡的話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標配的玻璃杯 附了兩個 然後有毛巾 讓你洗去疲勞 貼心備品擺寶箱 唉唷 很基本欸 浴帽清潔竹刮鬍 綿花棒 壓刷 但因為我們都有帶自己的 所以這一期也用不到 然後它的床看一下 床 好躺嗎 床好躺嗎先生 欸你每次躺床的樣子都是一樣的欸 然後剛才進門就有看到這個很大的落地窗 可惜他們說這個陽台的門是不能開的 所以 對 不過白天如果你住比較高樓層的話 其實看出去應該也是蠻漂亮的 然後他剛有特別提到他們的酒店裡面 17樓有美容會館跟湯屋 然後湯屋的話是6點到10點 現在要去17樓泡大眾裸湯 自從在日本泡了大眾裸湯之後 就沒有再害怕了 你還會怕大眾裸湯嗎 不會啊我現在蠻喜歡遛鳥的 好 要簽名對不對 湯屋呢剛才他們說了 裡面不能帶手機 也不能帶現在我拿的攝影機 所以手機你再進去 就可以放在這個櫃子裡面 然後他們會有一個籃子 如果你有一些真的帶了一些3C產品的話 放在這邊給他們保管一下 欸他們的籃子裡面有毛巾跟水 好期待喔 那我們就進去泡湯囉 掰掰 等一下再跟大家說 謝謝你 我剛剛泡完了湯 它其實上面沒有很大 它就是一個正方形的格局 它裡面進去之後 左手邊跟我們那時候去日本一樣 有那種坐著小小的你可以洗澡的一個小空間 然後我們還以為是這裡沒有烤箱 我可能覺得不需要吧 有可能 那我們現在就要進入最後一個QA的環節 第一題 他說派翠克經常在Instagram 擺你上台你會不會有困擾 有時候 有時候 有時候可能我沒有想讓大家知道我現在真的幹嘛 啊 OK 就會覺得說 欸你在那邊喔 欸你在這邊喔 這樣 雖然沒有關係啊 直播就是可能沒有想那麼多就已經 發生了 對 OK 第二問題呢 是未來的人生規劃 我覺得我設定 目標好像都是從短期開始 我不會一口氣就可能說 欸買房子啊 或是要幹嘛幹嘛 對那個就比較遠的話 如果沒有規劃好的話就比較難達到 九二九支就不太想去做 所以可能就從比較短期開始 就可能工作上面我需要達到什麼樣的狀況 或什麼樣的成就 好那第三個問題是 瑞的初戀故事 好像是跟學長 學長 就學長把你扒走了這樣 對 後來好像是人家媽媽不同意 然後就沒了這樣子 下一題他說 都穿三腳還是四腳哪排的 都穿欸 三腳四腳各一半 練神盾會穿三腳 喔OK 不然他對他去爆掉 那下一題他問 好奇瑞的腳多大想看他腳底 講給觀眾 你的腳多大 我的腳 26.5啊 所以每次的話是 每次8.5 8號版 那 好那以上就是這次的Vlog 祝瑞生日快樂 希望你在30歲之後 可以有更好的發展 我覺得人快樂 過得快樂身體健康 然後工作順利 到後面就不奢求什麼 就是人健康平安 其實就好了 嗯 就是真的人健康平安 才是最重要的 好啦那就這樣囉 希望你喜歡這次 謝謝 希望你們喜歡這支影片 那希望瑞也喜歡這次 我替他安排的生日 欸你真的是行程控欸 對不對 行程控嚴重欸 行程控嚴重欸 好那就這樣啦 跟大家說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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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